第一次要來搭他們的地鐵囉 獨賣地鐵 出體驗 他是在二樓啦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所謂的一樓 那我們真正的一樓就是Ground floor 所以他就直接從這邊通到mole 我們都還沒有買他們的捷運卡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還要先買一下 這樣才會比較划算一點 好 對啊 看起來也是這樣子很現代化的感覺 對他都是那種金色的造型耶 很酷齁 這種科技現代感 這種奢華感啦 對不對 高大上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從Mall of Everest這邊啊 到Dubai Mall 那 因為我們等一下預約了三點的 Burge Khalifa的門票 所以我們時間可能要抓得比較緊一點 因為那個如果太晚到的話 搞不好被取消 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錢呢已經先付了 因為他到四點 的時候 之後 他算是 尖 尖封時刻 所以他的票價會變貴 所以我們那個票價是不可以那時候上去的 所以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哇 你看旁邊 也是很大內衣 這已經 這算還好了 可是你看現在 下午兩三點 沒什麼人齁 太熱了 如果是我也不想要在外面啊 對啊 太熱了 真的 還好他們從夢到這邊還有一個通道 不然我就受不了耶 在外面真的太熱了 我剛才就有在想這個位置 都上真的沒什麼人耶 但是那裡有熱 在野燦 尊重 就是眾人街 熱磨獨 尊重 尊重 我們想要去Berge Khalifa 我們沒有車子 你想買車子 多少錢 2 25元 50元 我們可以買車子 對嗎 對 如果你想買車子 如果你想買車子 可以買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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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50元 對 謝謝 我們買了這個卡 這個卡是 他們的悠遊卡 對 然後他買的 是25塊錢 裡面有19元 所以就是等於說 押了6塊錢 在裡面 有位子嗎 好 謝謝 謝謝 你可以先坐 好 我走 哈囉 這是我們第一次搭 杜拜的捷運 你不想要來 他怎麼看 再找他 沒有 大人 或許 那 或許 ふ 看看 嗯 crash pol bit 太 一 這裡躲在購物屋 有沒有 都感覺像奧雷一樣 對啊 杜拜這邊的地鐵啊 要注意說有沒有特殊車廂 那有些車廂是專門醫生 然後男生是不能去的 那我們現在在這一節顯然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有來的話要特別注意 不然是有可能會被罰款喔 嗯 超多賣車子的 這裡一間一間全部都是 對啊全部都是車行 沿著這個鐵軌 每一間都是耶 誇張喔 哇還有賣這種卡丁車 但是有時候看他們路上感覺也是很荒涼 可能是因為現在的時間是 下午啦齁 沒有什麼人 太熱了 現在外面的車那個 四十幾度吧 沙漠中的綠洲 其實要養出這些東西啊 都是錢 在沙漠中 有這個綠洲 那種 哇這一區 都是高樓林役 而且這個港灣好漂亮喔 有這種芝加哥的感覺喔 都是高樓 高樓大廈 出地鐵站我們職工了對不對 職工杜拜莫 職工職工 欸是不是又有那個通道 又有通道 快速通關 Go Go Cheney 我們需要用跑的嗎 我覺得 應該還沒有到那麼誇張 職工 Ground floor 哇你看我們等一下就是站在這裡 Sky View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到Sky View 我們是下面的那一層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現在實在是 太慌亂了 要先趕去報到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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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它這個 總共有兩種票價 應該說很多種票價 最主要兩個高度 一個高度呢 是一二四一二五 我們是要去那一個 另外一個是 我忘記多少 但是 它那個票價幾乎是 又再貴了 八百塊台幣 快一倍去 我們錢不夠 所以只能去一台的 對對對 好 OK 走這邊 我滿好奇這些車子在這邊幹嘛 停車啊 看這個沙坑裡面是怎樣 不知道 哇這一條路好長喔 我現在覺得杜拜真的是很大的一個地方 太大了 真的 過大 過大 哇 你看 真的是超高級的一區 好扯喔 空魚 鯊魚 好壯觀喔 好壯觀喔 OMG 我沒有看過 我還沒有看過這麼大的水族箱欸 這個是杜拜Mall裡面的水族館 你看還有一整片 超級大的 而且我們還沒有買票進去 就只是在外面看而已 就這麼壯觀 對啊 好幾隻鯊魚喔 還有鯊魚 還有各種 小魚 各種Memo 它是一整面的耶 對啊 什麼的 小朋友都跑進去裡面 非常的喜歡 這裡小朋友一定很喜歡 欸 珍妮也喜歡 珍妮也喜歡 哇 哇 鯊魚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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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這邊啊 是Unterwater Zoo 而且啊 它好像也有那種 鯊魚的牢籠欸 就是你在籠子裡面 鯊魚游過來的 是在南非裡面會有的 有 我剛才有看到 對去南非也可以玩之手 然後一樓的話 就是走那個網美的 非常漂亮的隧道 哇 真的好讚喔 這個等圈裡大一點 就很適合 哇 這是Baby的珠寶店耶 寶寶的珠寶 太強了 太猛了 走 你看這邊 這一區 應該是母嬰專區 對不對 那裡有一間 都是公主服飾 公主服飾 然後 這邊是KIKO 然後那邊呢 還有一些MOTHER CARE 當地的品牌 這間 這間我覺得好棒喔 對啊 寶寶和珠寶 設計超美的 這家看起來也超美的耶 好像都能跟大家講說 杜拜這邊的計程車 那個 的收費 現在我們這幾天 打起來也是覺得 呃 起跳價是 5.5吧 對不對 5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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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幣40塊 但是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就是他 呃 不管你搭到多少 我不知道 他就說 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啦 但是至少我們 那一次是搭 7塊錢 然後 司機跟我收12塊 他說 不管怎麼樣就是要收12塊 那 我們姑且相信他 那 5塊錢 起跳就是這個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們想要從5塊錢起跳吧 然後呢 像現在我們不是開了13.5公里 那 這樣子的 收費是 32 32就台幣 2百 2百 2百6左右 2百5 對 2百5 2百6 所以 這樣子 跟台灣比可能是差不多的 或是甚至更便宜一點 但因為杜拜這邊產油嘛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啊 其實 杜拜真的很大 所以你動不動就是 蠻容易 會 要好幾十塊錢 我們平均搭起來都是二三十塊 那如果你是短程的話 那種捷運站附近 不想走的話 這當然就是 起跳價或是再多一點這樣子 十二十五塊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據說啊 油錢這一年 漲了很多 可能漲了一倍吧 所以之前的計程車費可能 比這邊便宜一倍 對啊 晚上的也要太難提示耶 早安 早安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比較晚起床 因為甜點今天比較晚起床 對 所以我們九點多才來吃早餐 我發現他們的早餐啊 兩天的菜色不太一樣耶 有些微一點點的變化 有些變化 像昨天沒有這個奶油花鹽菜 對 然後昨天的餐廳有焗烤 今天沒有焗烤 然後昨天有炒麵 今天是變炒飯 對 有一些不一樣啦 好 好 劍米 好吃嗎 嘿嘿 蛋都煎得超漂亮的 然後又有薯米 今天呢 我們預計吃完早餐之後啊 可能就準備要去機場了 杜拜三天 四天 我們杜拜總共待了四天 其實蠻短的 真正 因為第一天就一半夜抵達嘛 所以 其實我們實際上晚的時間 就是在 我們第二天的時間 然後之後 後面兩天的東西也都在耍廢 他們這邊比較特別 如果茶跟咖啡啊 不是讓你自己弄 是 他會幫你翻過來 嗯 對 他現在你入座的時候 就會先 問牙茶還是咖啡 對 比較有儀式感 好 掰掰了 我們的房間 這兩天 謝謝你們的照顧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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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從我們飯店到機場了 要結束旅程了